公務員退付基金潛藏負債超過兩兆三千億 捐帳戶最快2020年面臨破產 進入年金改革行動聯盟 號召10萬公教軍警人員9月3號走上街頭 不過活動前夕卻被抨擊看不到訴求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他們這次遊行主要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福利都已經這麼好 你們他們還要走上公共 街頭要幹什麼 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副召集人林萬億也表示 這次的遊行標的不明 喊出支持改革但不能亂改 根本是未發生先警告 老師沒有尊嚴怎麼教學生 軍人失去的尊嚴怎麼能夠替國家去復使 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訴求 怎麼會看不清楚 這個年金議題已經變成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抹黑集團 國防部的態度更是強硬 直接搬出行政命令 現役官兵不上街頭參加任何集會遊行 休假的軍人 那麼可以到凱道走一走 明顯違反國防法第六條 更巧的是傳出部分學校9月3號 安排親子日刻意阻擋活動的參與 台北市大部分學校都集中在93 那我們就覺得說這個部分是想要把 教師甚至有一些相關的家長把他綁在學校 只不過軍公教代表也不是省油的燈 直接開炮政府是提油救火 怨氣只會越燒越旺 把公教軍警啊 受造成為政府的對立面 絕對不是很聰明的作法 出生的時候台灣是一窮二白 今天台灣什麼都有了 結果說哎 我一出生怎麼可能我們吃掉他的未來 自己的年金自己爭取 政府改革還不見犀牛肉 社會公平正義短期內恐怕難落實 東森財經新聞成平連任綜合報導 宛珂的衛生博道 宛珍 通常 某 宛珍 廉